很多人都是读着灰姑娘的童话故事长大的 在现实生活中 王室与平民的结合也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如今又有一场公主与平民男友的佳话在欧洲王室上演 24号瑞典王室正式宣布 王储维多利亚公主与男友同时也是她的私人健身教练 丹尼尔维斯特林订婚 婚礼将于明年举行 根据瑞典宪法 王室主要成员的婚事要获得政府的批准 24号国王卡尔十六士古斯塔夫在电视讲话中说 自己同意两人结婚 政府也同意王储的婚事 两人成婚后 丹尼尔维斯特林将被授予丹尼尔王子西约特兰公爵的称号 我们在这些年纪里想见丹尼尔非常好 我们知道是一个年纪人 我们在这些年纪人生活很厉害 埃doria公主成为瑞典第一位女王处 我感觉到很高兴 和一个勇气 在美国的表现 但它更容易解决 当你两个人 和 Daniel在我的旁边 我感觉到我感觉到 你可能也看过 我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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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高 和 glad 即将成为 王室成龙快序的 这对未婚夫妻 两人并不是一见钟情 而是从友情 逐步发展成爱情的 这样相知相恋的过程 让他们拥有了 坚实可靠的感情基础 瑞典民众 也对这段 长达七年的恋爱长跑 接近幸福终点 表示认可和期待 为表达对王室的支持 数百瑞典人聚集在王宫外 还有人分发带有 两人名字 手写字母的T恤衫 瑞典首相弗雷德里克 赖因菲尔特说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黑暗中 这一消息带来了 希望之光 让人们感到温暖 据瑞典商业研究所预计 王储的婚礼 将帮助瑞典吸引更多的游客 与期届时将会有一万多名游客 到瑞典观礼 住宿和就餐消费 就能达到两亿瑞典克朗 约合两千万美元